攻略叹花狼失败后,我听他的话,滚了 后来再见,他已经是风头无两的天子近尘 而我,正在红着脸向旁人表白,句句交切 他听在耳里,竟在一旁笑出声来 转眼又夜闯我的闺房,擒着我的手腕道 跟我说过的那些话,再敢说给别人听,我就掐死你 赏花宴上,我红着脸将许青之拉到了一旁 他默然地打量我,脸上隐约还带了点不耐烦 我在系统的催促下说出了准备已久的一番话 许大人,我心悦你很久了 思君如明竹,艰辛且闲累 我真的想日日都能同你在一处,你呢? 说完,系统满意地夸了我两句,不错,说得挺不错 哎,不对啊,这话你之前是不是也跟审慈说过 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我心虚地打断他,知道就行了,妈还要说出来 闭嘴,我不要脸的吗? 但凡肚子里有点墨水,我也不至于对不同的人说同一番话啊 这么想着,我看向许青之的目光就更深情了 他是许氏长孙,出身显赫 15岁便被天子称作少年英才,有如蓝芳炫,姚章之杰 后来更是连中三元,一路升任至大理四卿 实在是个很不错的少年郎君 可或许是习惯了做不苟言笑之态 听到我这番话,他的神情并没有什么波动 而是诞生问,说完了吗? 前面已经开咽了 我的脸一下子白了 差点当场找个地洞钻进去 与此同时,身后还传来了一声轻笑 低沉又悦耳 却莫名带了两分嘲讽 我有些不欲 转了身,想瞧瞧究竟是谁这么有兴致,来看我的笑话 却在看清来人的一瞬间吓得差点魂飞魄散 这回丢人丢大发了 系统大喊,沈慈 是沈慈,他回来了,完了,你完了 废话 我不知道吗? 很好 看来这个洞得再挖得深一些 宴上的人看到沈慈,全都聚拢了过来 恭维而谄媚 早听闻探花狼滋容俊秀,风流倜躺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而我在一旁,差点没像个安纯一样缩起来 也没心思再跟在许青芝后面献媚了 说起来很丢人 许青芝是我的第二个攻略对象 我已经日夜不停地追了他三个月了 奈何军心四铁 这么久了,他对我的好感度还是零 而沈慈,是我的第一个攻略对象 我们海市山盟,互诉中常 在任何人看来,都要说一句,情深意厚 只是后来出了点意外 我们的昏眉城 他让我滚,离得他越远越好 就连好感度也从一百降到了零 我更是换了个攻略对象 阳春三月里,我看着沈慈的背影 不由替自己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当天夜里,我才躺下 面前就出现了个人 他悠闲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然后环视了一圈我的房间 诗诗然坐下 他的手在桌上扣着,一下又一下 我在心里喊了一声卧槽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沈慈这家伙 不会那样轻易放过我的 我抱着被子,靠到墙边 抬眸看他 你,你怎么来了 他轻笑一声,似乎觉得好笑 陆大姑娘的闺房 本关也不是第一回进了 不是吗 我瞪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这话说的 好像之前我们发生过什么一样 他慢慢地引进手中那盏茶 踩起了身,然后朝我走过来 我有些怕,身子往后缩了缩 他唇边的笑意微顿 冷不丁说,你怕我 我闽唇,思索片刻 不打反问,你什么时候来的长安 他之前分明一直在江州做官 审慈的目光冷而淡 隐约带了点自嘲,今日 只是没想到 一来就看到了那样精彩的一幕 你对许青芝 倒是字字真情 比待我,要好上许多 我张了张嘴 想辩解一二 却发现变无可变 他来之前 必然已经知道 这三个月来 我是如何讨好许青芝的了 许青芝是枝兰玉树 我想靠近他 虚得装得十二分柔情似水 体贴小意 为了他 做尽了从前未做过的事 刺绣养花,读书链子,洗手做羹汤 而这些 我对沈慈却从来没做过 他逼近我 擒住我的手腕 近乎于咬牙切齿地说 本官从前都不知道 你竟是这样狼心狗肺 刁钻狡猾之人 我沉默下来 系统终于出了声 只是有些结巴 你别说 他用的这两个词 还挺适合你的 我快要被气炸了 恨不得把系统揪出来打一顿 问问他究竟和谁是一伙的 沈慈的力气很大 我一时间正脱不开 下一瞬 他将我打横抱起来 我惊呼一声 他竟将我戴上了屋顶 月上中天 我揪着他的衣领 一时间不敢往下看 他的声音很低沉 透着几分模糊不清的乖力 却没再自称什么本官了 他说 你说只喜欢许青芝 是吗 我的发丝被风吹起来 同他的纠缠在一起 我刚要点头 就感觉到他的力道一松 像是要把我扔下去 我来不及思索 连忙否认 他这才笑起来 手扶在我的脖子上 一下又一下 屎骨 这样才对 还有 跟我说过的话 再敢说给别人听 我就掐死你 我连忙捂住他的嘴 不了不了 我保证 再也不了 他看着我 眸中多了两分 我看不懂的情绪 拿开 我的掌心下 是独鼠 于是他的温热 意识到这一点 我连忙将自己的手拿开 系统跟我说 审辞这回做了大官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在街头跟你看杂耍 任你失为的少年了 我点头 是啊 看出来了 他如今确实过得很好 好到可以来威胁我 紧接着 系统又说 攻略许亲之这条路 任重而道远啊 如果这次还不能成功 你可能就活不了了 我正正 哦 窗外输影微光 我撑着下巴 或许是被吓到了 竟然一夜未眠 然后想到了 我跟沈慈的从前 我们是在三个月前分开的 那时候 他到长安复考 得天子赏识 亲笔封了探花 可谓是春风得意马提及 一日看尽长安花 而他一招官袍加身 第一件事便是回到江州 要向我提亲 我爹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于是 次日一早 他便一改之前反对的态度 接了沈慈 邀我出门踏青的帖子 我高兴得 连衣服都多试了十来套 还美滋滋地跟系统嘚瑟 你瞧瞧 我就说沈慈可以的 他那么厉害 以后还要入内阁 官拜一品 封阴子孙 系统一如既往地打击我 现在他的好感度 已经到九十九了 只差一步 你就能成功 然后回家了 所以说 他在未及人臣 你也看不到 沈夫人也不会是你 我一听 轻轻地叹了口气 我就是感慨一下吗 系统择了一声 没再说话了 而我那天见到沈慈后 他的好感度变成了一百 用系统的话说就是 看吧 他只要见你一面 就一面 好感度立马就能满 春风入眼 柔情无限中 我看着沈慈意气 风发的侧脸问系统 我等明天再申请回家 也可以吧 就等这一天 系统 嗯 可谁知道 就这一天 就让一切都乱了套 沈慈之前在江州 是出了名的顽固少爷 性子不算好 可后来遇见我 便开始上进起来 收起了浑身的刺 总是跟我说 瑶瑶 你等我 我一定好好读书 让你爹看得上我 可这样的他 却在那夜 毫不留情地 他正开我的手 居高临下地斥责我 陆瑶 骗人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 是的 我骗了他 哄得他满心 满眼都是我 最后却叫他知道 我做这一切都是 早有预谋的 我拼命摇头 也顾不上别的了 我确实是带着 目的接近你 可 他轻笑 眸子冷冷地逼试我 你又要哄我了 是不是 他只说了这一句 我却白口莫辩 与此同时 系统的提示音 也在我耳边响起 不好 他的好感度 降到80%了 50了 30了 我天 10 不是 没有了 0%了 他一声比一声急 到了最后 已经虚弱地快要听不见 而我眨了眨眼睛 心口闷闷的 却一滴泪也没有 我仰起头问沈慈 那我们的婚约 他敏唇 不看我 小爷不跟你玩了 系统有气无力地叹起 这下全都完蛋了 你刚刚就不该 跟我说那些 我愣了愣 然后想起 沈慈隔着窗子 在我嘴里听到的那番话 我对系统说 在这里待了这么久 明天就要离开了 还有点舍不得 他问我 舍不得沈慈 我捧着脸 看眼前的盆栽 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戳着上面的叶子 是是是 你什么都知道 可我刚开始接近沈慈 就只是为了好感度啊 他爱上我 我才能回家 现在 我话还没说完 门就被推开 沈慈副手站着 脸上一丝笑也没有 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中问我 好感度 我如遭雷击 打不出来 直到他转身要走 我才后知后觉的去抓他的手腕 他却一把甩开了我的手 然后冷冷起唇 你别逼我对你动手 滚 是的 他从来也不算什么好人 我也不是没见过 他当街面不改色的 卸旁人的膀子 他当初也问过我的呀 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说 因为你是沈慈啊 或许 此时此刻 他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意 然后恨不能杀了我 毕竟 他最恨别人骗他 这日以后 我便同沈慈成了末路 我爹成天在我面前哭 指责我放跑了到手的天子宠臣 沈家小子原先不上进的时候 你见天地跑去找他 怎么现在都定了亲了 人家反而不要你了 你现在成了江州的大笑话了 连累我这个老头子 也没脸出去见人 你说 是不是他另外找了别的女人 我这就去找他算账 我的女儿 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我捂着耳朵 跟他解释 不是 真不是 他不是那种人 我爹不信 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没过两天 却又喜笑颜开地跟我说 你爹我呀 运到来了 要去长安做官了 到时候什么样的世家子没有 我们不稀罕他审辞 我亚裔极了 要知道 我爹在江州当了那么久的支州 从来没什么大的剑术 怎么会升官升得那么突然 系统安慰我 没事 正好去长安转转 你也不算白来一趟 我任命点头 横竖也回不去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于是 在我到长安的第三天 系统告诉我 主系统看在我本来 已经能回家的份上 要再给我一次机会 他们为我选定了新的攻略对象 名字叫许钦之 同一天 我从我爹的嘴里知道 沈慈原本是要留在长安做官 入内阁的 可他为了我 在大殿上跟天子说 他要回江州 天子不怒自威 怎么 是不满朕给你封的官吗 沈慈含笑 在众目睽睽之下拱手 是臣的心上人在等臣 有臣子不解道 你将他接过来不就行了 何苦放弃大好前途 为了儿女私情 只做一个地方官啊 沈慈正色 他呆惯了江州 我想让他因我而改变线下已经很好的处境 况且 有他在的地方 便是无香 他全权之心 却被我后突来的一番话 积得七零八落 自从那日见过沈慈以后 我就不太出门了 系统恨铁不成钢 路遥 你这就怂了 知道什么叫迎难而上 百折不挠吗 我在太阳底下打盹 哎呀 许钦之这个人太冷了 我多找他一天 少找他一天 都是一样的好感度 你急什么 系统迟一半上 认同了我这个说法 这个吧 好像还真是 他又跟我八卦 你知道沈慈为什么会被调回长安吗 我打了个哈欠 为什么 他神秘兮兮的 就是昨晚上 你不是睡着了吗 然后我就听到 你跌在院子外面跟人说话呢 我问 说什么了 就是吧 沈慈在江州治理水患 还破了庄大案子 圣上知道了以后 那简直是龙心大悦呀 正好说这事的时候 公主也在 就对沈慈来了兴趣 说想见见他 我打起精神来 公主 是啊 他还听说了沈慈之前 在大殿上说的那些话 越发觉得 他不同于一般男子 我想了想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笑了下 挺好的 班配 公主妈 天之娇女 跟沈慈这样的人在一起 正正好 这样一来 他也不会再也找我的麻烦 系统一听 择了一声 你抽风了 毕竟 从前的我是绝对说不出来 沈慈跟旁人班配的话的 我翻了个身 快滚 没过两天 长安城迎来了难得一见的一场春雨 天略微有些凉起来 我起身 准备关窗 却看到了对面茶馆外 身着关袍的许青芝 他微微醋着眉 看起来似乎有些烦躁 我猜 他应当是来附近办差的 只是阴差阳错 被困在了雨中 系统高兴起来 催促我 快去 给他送把伞 我就不信 好感度不长 我有些犹豫 能行吗 他说 要是不长的话 你就三天吃不上肉 我 他立下的豪言壮语 为什么要让我吃不上肉 我找了把最漂亮的伞 小跑出了府 许青芝看到我 微微一正 我提着裙脚 嗓音轻亮 问他 此时此刻 许大人看到我 心中可欢喜 许青芝看了眼我手中的伞 抿了下唇 没接话 我在心里对系统吐槽 他是听不到 我说话吗 不是 他就是纯粹懒得理你 说着 他像是有些疑惑 不过刚才有点奇怪啊 我问 什么 你刚才问他欢不欢喜的时候 他的好感度 突然从零到了一百 然后一下子又降了回去 我觉得稀奇 你们这系统还会出故障啊 他责了一声 哎 应该是 我也是第一回遇到 过段时间去找主系统维修一下 我听完 叹了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 都说精诚所致 今时为开 我这得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 十年起步吧 真是漫长得看不到头 照这么算下去 我是必死无疑了 于是我狠了狠心 对着许青芝 扬起了略带谄媚的笑容 不管怎么样 我看到你 心中很欢喜 许青芝眉目微动 低谋望向我 我在接再厉 上次的糕点怎么样 我近日又学了新的口味 再做给你吃啊 说完 我又对着系统补充 我送去的糕点 他肯定一口都没吃 系统难得的肯定了我 那当然 果然 许青芝冷淡地回我 不用了 我府中有很多雏娘 他话还没说完 却突然停了下来 目光移到了我的身后 我跟着转了身 然后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沈慈 他的骨相很优越 眉目练艳 一山风流 藏着几分不羁 此刻正似笑非笑地 瞧着我和许青芝 我心神一灵 一瞬间想到了前不久 沈慈跑来威胁我的话 老实了这么久 才出来就被他逮到 我也是够倒霉的 雨不停地下 却一直没有人开口说话 直到沈慈挑眉 问许青芝 许大人倒是很有雅性 许青芝笑了下 刚好在附近查案 碰上了陆大姑娘 听到这话 沈慈望向我 眸光带了点击翘 就在这时 许青芝笑了一下 声音里可见两分戏血 他问我 手上的伞能给我了吗 我愣住 随即将伞递给了他 或许是沈慈在场 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动作并不算自然 许青芝撑开伞 冲我道 走吧 我不明所以 啊 他说 你不是只带了一把吗 不同我一起 难道准备淋雨回去 我顿时有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 方才我确实是使了小心思 为了和他同行 特意只带了一把 现在他这话 也很合我的心意 可沈慈也在场 我知道 他看见这一幕 一定会觉得 我像个笑话 他曾经那样 捧在手心里的姑娘 此刻却为了讨好 另一个男人 无所不用其极 而那个男人 还并不喜欢我 许青芝的身量很高 直散时 也别有一番风质 我走在他的身侧 一时间 居然有些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直到走到陆府的大门外 他才主动开口 陆瑶 你那日对我说的话可属实 我连忙回应 当然 句句真心 他意味深长地看我 正好我父亲 近日在为我的婚事烦心 而我也只跟你相熟 这样吧 我娶你 明日便下聘 你可愿意 系统听到 立马尖叫起来 我去 这么突然 快答应他 铁疙瘩终于开窍了 我敏纯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陆瑶 是沈慈的声音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念咬这个字的时候 尾音总会上扬一点 我第一次见他时 他正在与人斗曲曲 身子懒洋洋地半弯着 说话也很不着调 信不信 我这个绝对比你那个厉害 同伴叹口气 还没比 就已经甘拜下风 沈兄的眼光 我自然是信的 沈慈勾纯 异性阑珊 这个没什么意思 改日比个别的 我在系统的怂恿下 拍他的肩 问他 要不要跟我比 他看见我 不自然地站着身子 你谁啊 我说 陆瑶 窈窕淑女的咬 他微眯着眼 反问 哦 咬啊 我转过身 许青芝的伞 始终放在我头上 沈慈独自一人 同我们相对而立 他漫不经心地 往我的身侧瞥了一眼 道 过来 他说 陆瑶 过来 雨声嘀嘀哒哒 男人的身形比直 端速而金贵 可我知道 他是不习惯这么站的 他总是懒散的 倔强的 像不服输的孤刃 暗藏刀锋 却又明朗而随性 总是跟我说 瑶瑶 你过来 才认识时 我不慎崴到了脚 他不耐烦地说 你过来 然后闭上眼睛 给我擦药膏 胡伦却小心 我捉弄他 你这样能看见什么 我都要被你弄疼了 他不自在地睁眼 看我一下 又猛地一开视线 连耳间都红了 你以为小爷想管你 真娇气 而现在呢 他见我没过去 静止便向我和 许清之的方向 走了过来 然后在我的身前站定 就这样 我看清了 他眸底的狂风咒语 他也问我 我也想知道 他想娶你 你答应吗 路遥 当着我的面说 你应是不应 我攥着手心 只觉得他的目光像刀 锋利又无情 搁得我全身上下都疼 无地自容的感觉 系统 在我脑子里乱叫 哎呀 你别说 沈慈这小子 做事总让人出其不意啊 我 很好 不管我的死活了是吧 那你怎么办 应 八 毕竟 我们现在要攻略的人 不是沈慈 是许清之 沈慈已经是过去世了 他有没有好感度 也不重要 况且 他恨你 我没回应系统 而是看向了沈慈 隔着见小的羽目 我在他的眼里 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目光闪烁 眼洁微颤 居然是这样的坠坠 许清之也笑了一下 将我的身子挡了挡 隔住沈慈的视线 有些不欲 沈大人 他答不答应 跟你有关系吗 沈慈冷眼看着我 神情复杂 说不清为什么 我觉得此时的他 像急了三月前 发现真相的他 下一瞬 听到府门口熟悉的脚步声 我松了口气 系统也大呼 你爹来了 救星来了 我去 这可真是修罗场 刺激蛋要命啊 可我爹的话 却让我一口气 噎得险些下不来 他对着许清之 和沈慈的方向 笑弯了眼 是贤婿啊 审慈愣住 许清之也不自在地 将伞又往我这边移了移 系统移了一声 他在叫谁 没过一会 我就知道了答案 我爹口中的贤婿 是许清之 方才许清之在大门外 问我愿不愿意的时候 正巧被门房听到了 他立马就去告诉了我爹 我爹闻风而动 硬是临着雨到了大门口 来见他的贤婿 不大的客厅里 我爹坐在上手 不停地跟许清之聊着家常 家里有几口人 有没有旁的兄弟姐妹 系统跟我嘀咕 还有什么好问的 你之前缠了许清之那么久 你爹那么惊的一个人 这些东西 肯定早早就打听清楚了 说不定比你知道的还多呢 我汗言 系统又说 不过审慈怎么有点可怜啊 他以前就不受你爹待见 现在成了当朝炙手可热的大官 居然还是这样 听到系统的话 我默默看了眼审慈 他正坐在我爹的左下方饮茶 动作不急不缓 从容而淡定 半点都没有被冷落的样子 这样的情形 却无端地让我想起从前 他第一次见我爹的时候 是差点被我爹拿棒子撵走的 生性不羁的沈小公子 在那之前 大概从没吃过这种哑巴亏 攻略审慈之前 系统就告诉过我 那是个难缠又金贵的无赖 我那时觉得好新奇 很难想象 这几个形容词 会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因此 在去找他之前 我严阵已带了好些时日 将各种有趣的玩意都玩了一遍 生怕不能讨沈小公子开心 可后来 我发现 沈小公子的心肠 软得不得了 我戳一戳啊 就化了 他会在我睡觉的时候 悄悄抿唇看我 会指着戏台上 看起来很泼辣的姑娘跟我说 看到没 你就这么凶 一点也不讨喜 可我偷偷看过他读的书 他在一句诗词底下 用毛笔写了很小的一行字 像是闲击无聊时的随笔 咬咬娇女 喜嗔喜怒 一笑千金少 而这样的他 却在向我求亲的那天 被我爹横挑鼻子树 挑演了好一番 说他不够稳重 没有好的前途 只有一身顽固气性 根本就配不上我 等我收到消息的时候 沈慈已经被连人代理赶出了府 我找了很久 才在一处街道的拐角处找到他 月夜荒凉 他已靠在马车边 身后是满车的红绸瓶里 平添许多落寞 我的鼻子一瞬间就酸了 我问他 沈慈 你来提亲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他抬眸 看了我两久 才轻轻地叹了口气 然后偏过头 不让我看到他微红的眼角 我没作声 当作没瞧见 跟着他一起看月亮 过了好半场 他才无奈地说 摇摇 是我把自己想得太好 你爹说得对 我文不成武不就 哪里能娶你 我本来 是想给你个惊喜的 我摇头 主动拽了拽他的袖子 不是啊 你的枪法很好 人也仗义 看起来不着调 却很爱打抱不平 沈慈 没人说过 女子喜欢的郎君 一定要样样顶尖 无所不能 不是吗 他的神情微顿 眼睛半垂下来 瞧着我 我笑起来 我的意思是 我很喜欢你 不管你是什么模样 他听完 手心攥了攥 过了好久 才释然地笑了一下 然后仿若不太在意地 说了一句话 等着瞧吧 我偏要顶天立地 无所不能 他的嗓音不算沉 甚至有些轻 却像是猪落玉盘 一下砸在了我的心上 许清之和沈慈离开以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爹应当对许清之很满意 他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步 一副眉开眼笑的模样 我看着 却突然有些难过 不知道从何而来 系统很惆怅 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许清之的好感度还是零 真是奇了怪了 他都想娶你了 还是一点好感度都没有 我对着手上的帕子 发了很久的呆 是啊 他都愿意娶我了 却对我一点喜欢都没有 这样看来 沈慈当初的心意 何等难得 他为我 甘愿披荆斩棘 一往无前 次日 我爹便和许清之 交换了更铁 帮我同他定了亲 可我其实是不解的 许清之 为何会突然赚了态度 明知我曾跟沈慈有过一段 还想要娶我 系统猜测 可能是脑子在哪颗坏了 我咬牙 跟他吵了八百个来回 没多久 我便听说沈慈在赏花宴上 跟公主一见如故 所有人都说 他会是未来的驸马爷 这个时候的他 仕途正盛 美人相伴 和从前在路边 跟人斗区区的顽固少爷 好像已经隔了很远很远了 他也没再来找我了 或许是找到了 自己真正中意的人 懒得再来寻我的麻烦 也或许 是因为我就这样同许青芝定了亲 他性子傲 必然不会再想见我 一个别人的未婚妻 再一次见到沈慈 是在公主府上 我来长安不久 是不认得什么贵女的 而他们识得我 还是因为我这些日子以来 对许青芝的穷追不舍 还成功地定下了亲事 抢走了长安城 一大半女子的春归梦里人 说我好不要脸 到底不是长在士族 没什么风骨和教养 我全都置若罔闻 只是在沈慈的眸光望向我时 到底还是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只是在厌制一半时 我在花园闲逛 便撞见了沈慈 她面前站了好几个贵女 而她正沉着脸 口气不大好 出生士族的贵女 背地里都这么爱嚼人舌根子吗 对面的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为首的那个贵女小声问沈慈 她是许青芝的未婚妻 你生这么大的气做什么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 沈慈哑然 我也愣住 是啊 现在的她 在旁人眼里 同我是没什么干系的 哪里还像以前 不论走到哪里 所有人都知道 我将来是要和她在一处的 沈慈被气笑 她的事 怎么跟我没关系 当日夜里 我便去寻了许青芝 还拎上了自己做的糕点 系统觉得很欣慰 好感度不长 又怎么样 我相信 在你的努力下 百炼钢一定能化为绕纸柔 我无言 打心底里 觉得自己并没有这样的本事 我敲了门 里头进了好半场 才传来许青芝的声音 进来吧 紧接着 我的手刚推开门 便听到一声短促的轻笑 她说 许大人厌福不浅啊 是沈慈 房里有很多人 他们应当是在商讨事情 气氛不大轻松 我的闯入 倒像是一块石子 突兀地打断了所有 许青芝深深地凝望了我一眼 跟众人致歉 今日便先到这里吧 剩下的我们来日在矣 等人都走完了 许青芝才看向 还坐在原处的沈慈 沈大人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沈慈的脸上早没了笑意 看着我 回答许青芝 跟你没有 倒是陆姑娘 我跟她有就要续 许青芝是真的对我没什么兴趣 以至于一句也没有多问 便让沈慈强横地将我带走了 夜色蓝山里 沈慈勾着笑 有些坏心眼地问我 你说 我当着她的面带走了你 她往后还能毫无芥蒂地迎你过门吗 我答不出来 或者说 我其实有些摸不透许青芝这个人 沈慈拉着我去了她府里 准确地说 是她府上的厨房 她亲自生了火 指着我手中的石盒 逼着我为她再亲手做一份 我怒目 愧疚被冲淡 终于卸下伪装 骂她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她高大的身形 在昏黄的烛火下 隐约带了些压迫 竟然又要红了眼 我不讲理 她许青芝 有什么好的 你为她做那么多 还要嫁给她 还有 我之前说的话 你当耳旁风了 我是不是说过 要是再让我听到 你对她说那样的话 我 我一时间正住 百感交集 最多的那一种情绪 渐渐在心里蔓延开来 是委屈 若是以前 我大可以跟她大吐苦水 说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也不想的呀 沈慈 她见我不说话 有些烦躁 又好一通忙活 将火熄灭 走过来低下头 你真的喜欢她 我不看她 侧脸固执又倔强 沈慈却似突然败下阵来 她叹口气 说我不问了 可以钱的她 不是这样的 我的事 任何一件 在她那里 都是顶顶的头等大事 那年她生辰 我亲手 为她做了件衣裳 不是多好看 我却很满意 可要送给她的前一天 却被院子外的猫画花了 我难过极了 当天晚上 补了又补 到底没出来什么样子 等第二天 只能去买了旁的东西给她 可心里不是不遗憾的 她居然看出来 扯了扯我的脸 悠悠道 今日我生辰 你不开心吗 我指着自己的脸 嘴都快笑烂了 看不出来 我很开心吗 她笑了下 有些纵容 骗子 没过多久 我便收到了 她亲手为我缝制的衣裳 比我做的那件还要丑 那时 她对我的好感度已经到了80% 回去以后 我问系统 在我之前 你有过别的宿主吗 她思索了会 没了平时开玩笑的语气 有 挺多的 他们也都跟我一样吗 为了回家 去攻略一个人 大概是我问的突然 系统竟然又沉默起来 许久 她才嗡了一声 是啊 都成功了吗 有的成功了 有的没有 那我这种情况 有过吗 系统笑了 说起来 你算是个特殊的存在 主系统很冷情 从没有为谁开过这样的先河 更别提第二次攻略的机会 你是第一个 我听到这些 脑子里浮现审慈的脸 过了会 又出现许清之的 我告诉系统 我有些想不通 为何会有攻略这种事情的存在 审慈敢爱敢恨 所以我负了她 她恨我 是理所应当 许清之或许也厌烦我 所以干脆破罐子破摔 说要娶我 而在攻略这个词之下 我的任何感情 都显得不那么纯粹 我是个骗子 骗了一个不够 还要再骗第二个 而这一切 都只为我的一己之私 因为我想回家 回头想想 我未免也太卑劣 可我又做错了什么 要莫名其妙 来到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 做荒谬的攻略任务 一片静默中 系统犹豫的 小声地安慰我 你 别哭啊 审慈的官图很顺 我听我爹说起 他在朝堂上 针边石壁的言论 不由发笑 然后想起 我还未曾见过 他高中探花时 跨马游街的模样 那该是何等的风流无双 我爹说 他其实很不错 当初是我太顽固 这才害得你们 成了现在这样 爹没猜错的话 这些日子以来 你欲言又止 几次去找许青芝 其实是想同他说清楚 然后退婚吧 三年妇女 他疼我疼得厉害 除却阻止 我跟沈慈在一起 别的全都疑我 哪里会看不出 我心里想的 我点头 我爹笑了笑 拍了拍我的肩 想去就去吧 不然我真的怀疑 你这些日子皱起的眉头 能夹死苍蝇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他说 哎 这才对嘛 系统不可思议 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 想跟许青芝退婚了 上次去找许青芝 被沈慈撞见那回 那么早 你疯了吗 不想活了 这样的话 你跟许青芝 就真的完了 我说 嗯 完了就完了吧 是什么时候 有这种想法的呢 或许是沈慈 为我出头那日 说的那句 他的事 怎么跟我没关系 系统又问 可他跟公主 我说 我只是放弃攻略 许青芝而已 并不是 想同沈慈怎么样 他对我不是 已经没有好感度了吗 我就是觉得 这样未免太没意思 也尾时强人所难了些 系统长长地叹了口气 好 听你的 我约了许青芝 在酒楼见面 我到的时候 他正在用茶水 在桌上笔画 像是在写字 我有些好奇 走近一步 问他 许大人在写什么 他听到 微正了一瞬 然后镇定自若地 用秀摆将茶水擦净 我没了再问的心思 在他对面坐下来 这次见面 我没有带任何的糕点 也没有任何虚情假意的寒暄 只有两盏茶 我们隔桌而忘 我说 我之前撒了谎 对不住你 婚约也作废吧 我心里没有他 哪里来的日思夜想 许青芝也不恼 或许是这句话 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无关痛痒了些 他轻笑 手中的茶盏落在桌上 发出又清又亮的一声响 我知道了 没了我那些莫名其妙的纠缠 他应当会极快意 极轻松吧 他还是长安城 最正直清冷的那轮弯月 往后也再不会同我的名字 放在一起 遭受旁人不明不白的议论 系统问我 死之前你想做些什么 我喝着长安城最香醇的酒 随口道 做梦 系统一阵无语 连着说了三遍没出息 我哄他 我确实是不争气 你跟你那个主系统也说说 我辜负了他的好意 让他不要太挂怀 系统切了一声 主系统那么忙 才不会有空理你的迫事 我轻哼 那好吧 当我自作多情了 我刚说完 系统突然静了下来 跟我说 外面好像有人来了 我微微清醒过来 下一刻 耳边就传来我爹哀嚎的声音 咬咬啊 我连忙过去扶住他 爹 你这是怎么了 他哭丧着一张脸 跟我告状 我才知道 我升官这事 都是沈慈那小子搞的鬼 他这是瞧不起谁呢 我告诉你 就算没有他 凭你爹的本事 一样能到长安做官 我失笑 也顾不得深究 好说歹说 才将我爹安抚了下来 系统感叹 所以说 沈慈那时候 该不会是因为不想再见到你 才想法子让你爹升官 好离开江州吧 我听完 下意识想点头 再到一句 沈慈这思可真绝情 可不过是心思微转间 我的心微微动了动 竟然争中了片刻 然后缓慢的 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 不是 那日他去向我提亲 被我爹赶了出来 我找到他以后 我们谈了很久 说到最后 他壮弱无意地问我 你会有不喜欢我 想离开我的那一天吗 向来自傲的他 居然也开始小心翼翼起来 在我们的那一段感情里 患得患失 我那时已经想到了 攻略成功后会发生的事情 也没说什么太好听的话 来宽慰他 我本应该说 永远不会有那一天 可我弯了弯眼睛 半开玩笑地说 或许吧 他的手在袖中紧握成拳 面上却云淡风轻 那我该做什么呢 瑶瑶 你告诉我 我说 我都想离开你了 你还喜欢我做什么 你最好也讨厌我 恨我恨得咬牙切齿 也好让我心无所愧 他也笑 仿佛在听一件事不关己的事 哦 那你有想做的事吗 我想了想 我倒没什么想做的 倒是我爹 一直想当大官 我还挺想看他心愿得偿的 一集此处 我的喉间像是被嗓进了一把细纱 疼得我柔长百折 悔不当初 都怪我太迟钝 当初的那一切发生得太急太快 以至于没能误到沈慈的良苦用心 我突然想起什么来 问系统 自从那天以后 你还能看到沈慈的好感度吗 系统默了默 应当也同我一样 想起了什么 不能了 说着 他又道 其实好感度下降为零 还有一个原因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什么 攻略对象存了死质 我不可置信地抬头 怎么会 沈慈那样的人 怎么会有赴死的念头 他像野草一样 到哪里都要活得最好最顽强 我不自觉地蹲下了身子 脑子里空白一片 我 可以提取些当时的片段给你看 我的眼睛一亮 连忙点头 好 看完以后 系统静默良久 才感叹 这个沈慈 我为你选这个身体当原身 也是因为你们很契合 样貌名字都一样 这才并没有查探那么多 我养了养头 又摸了下自己的脸 竟然是满面的泪 我这具身体 其实并不是陆家的女儿 我爹当初是在雪地里捡到原身的 那时候 陆夫人才去世没多久 她见原身孤苦 这才收养了原身 后来也没再续嫌纳妾 原身更是没什么兄弟姐妹 可奈何原身的身世并不简单 事前朝子寺 原身父母那时候才在辽元起义失败 人压到了长安 正赶上审辞 高中探花 皇帝不知从谁嘴里知道 原身父母还有个孩子 就在江州 原身父母用心良苦 并不想让女儿掺和其中 这才千挑万选了 我爹来抚养我 可皇家的人 向来都信奉斩草除根的道理 而那时候 沈慈新官上任 接下的第一个任务 便是找到我这个叛贼之女 然后杀了我 沈慈何等聪明 很快就寻到蛛丝马迹 在我们定亲当夜 查到了我身上 他在案前哭作了一夜 将那些证据毁了个干净 他头一次办柴 便碰上了他心爱的姑娘 这能怎么办呢 叫他怎么办 他只能如此 这条官路 他从一开始 便注定走得不会清白 他伪造了一切 将种种证据指向了月前已经死去的一个姑女身上 而那夜 不过是顺水推舟 只因为次日一早 他便要去长安 向陛下承递此案的卷宗了 他平生头一次撒下弥天大谎 哪里能不怕 谁知道这一去是生是死 他本就是要来同我划清界线的 若是被揭穿 那个前朝后四也不会是我 而是他自己 他打定了主意 要给我一条阳关大道 我猜 那时的他或许在想 也好 他去赴死 我回故乡 我们两相如意了 沈慈再去长安的路上去寺庙里求了一卦 是为我求的 头一次摇 便摇出了下下千 他醋眉 当即又摇了十几卦 卦卦皆为下下千 直到第十八卦 他弃了千筒 低吵一声 起了身 他都要回家了 怎么可能不万事皆顺 可见佛祖不灵 说吧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难难 就算不顺 我也要为他谋一个上上千 我看着他穿官袍 登明堂 成卷宗 有人对此存疑 沈慈果然被关了起来 他在被关之前还做了最后一件事 便是让我爹到长安做官 天子一定会把调查的重心放到江州 长安反倒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被关了三日 第四日清晨才被放出来 他的证据并没有错漏 皇帝为宽慰他的牢狱之灾 给他升了一几冠 沈慈的脸上这才重新有了笑意 他孤注一掷 到底赌赢了 他做到了 顶天立地 无所不能 只是我对不住他 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 让他时隔三月 居然听到了那样的弯心之言 对沈慈感兴趣的那位公主 是陛下的妖女 自小便极得宠爱 活泼又大胆 他邀了沈慈去猎场赛马 我赶到的时候 夕阳已经落了下来 沈慈一个人骑马 有一下没一下地拽着缰绳 身子挺得不算直 有些散漫 马场里的人说 沈慈这人实在太嚣张了 居然敢当着公主的面 说自己早就有心上人 还把公主气跑了 跟传言一点也不一样 这哪里有即将要当驸马的模样 已摇传摇罢了 我在他身后喊他 沈慈 男人的被一瞬间僵了起来 慢慢地带着马转了身 然后摆出一副 不大乐意见到我的模样 哦 是陆大姑娘啊 我点头 冲他扬眉 听闻沈大人马数极精 不如跟我比一比 沈慈哪里肯 冷笑 你凭什么认为小爷 我抿着唇 看着他 落下泪来 还要装 不泪吗 沈慈 你本该风雨一身轻的呀 沈慈嘴角的笑意僵住 然后驾马驶到了我面前 看起来居然有些无措 你这是 我看着他 轻声问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呀 沈慈 纵然再也看不到沈慈的好感度 我也该明白 沈慈的心里 从始至终都是有我的 他书房暗格里 那些关于我的消息 那么后一答 我的画像更是填满了整个屋子 他无时无刻不再念着我 当日分开以后 他本以为万事皆安 我也会毫无顾忌地离开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我没走 还开始攻略起许青枝 他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在月下饮了一夜的酒 次日 便靠着那些日子的功绩 递上了要来长安做官的折子 他想来看看 我究竟是怎么变心 变得那么快的 然后呢 他亲眼看到 我对许青枝 有多么的关怀体贴 所以他以为 我是攻略成功后 为了许青枝才留在这里 这才有了那样的剖心疑问 他忐忑而不安 低头说 你真的喜欢他 系统跟我告别 这次是你成功了 回家去吧 说着 他又邀功道 我帮你跟主系统说了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 过完这一辈子再回去 不过你别担心啊 不管你在这里过了多久 回去以后 也只过了一个月而已 你的亲人和朋友都在 我不可置信 主系统这么好 系统昂头 当然 他可在你身上破太多力了 知足吧 我连连点头 嘴角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 审慈在门外等我 分明很乐意 却装得很不耐烦 调子微微扬起 陆大姑娘 快些吧 你在那自言自语些什么呢 我说 在想往后许多年 要跟你一起做些什么 他正主 气息有些紊乱起来 或许在质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说 什么 我哼笑两声 仰头看了看远处的大好天光 傻子 许亲之番外 我跟陆瑶的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长安城最繁华的那条青玉街 他提着一盏芙蓉花灯 正在跟审慈说话 两个人都很高兴 那样明显的笑意 几乎从眼角眉梢流露出来 让人一看 便知道他过得极好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离开 从那以后 我便不是许亲之了 我重新回到了属于我的地方 没有审慈 所有人都叫我 主系统 我是所有系统之手 每日除了自己跟自己下棋 便是听系统们 禀报宿主的任务进度 而陆瑶 是好感度长得最快的一个 他仿佛天生变合了审慈的心意 让审慈为他辗转难眠 一夜间退去了满身的顽固气 我曾因好奇 专程去找过他一次 那时 他在跟审慈一起放风筝 风筝飞得很高 一下子断了 落得老远 他有些惋惜 找了很久 是我亲自替他捡了回来 然后我才知道 那风筝是审慈给他做的 他握着视而复得的风筝 跟审慈说 幸好找回来了 审慈弯唇 就算没了 也有我为你做呢 没事 陆瑶说 那可不行 你做的这个风筝 独一无二 我看到审慈同他 又打去了两句 然后陆瑶红了脸 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那话被风裹斜着 送到了我的耳朵里 你 你举世无双 也是我心里的独一份 我的身子就那样正了正 陆瑶大概不知道 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去攻略过审慈 只是无一例外的 全都失败了 所以 他的成功 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可又应当是太过顺利了 他要回去的前夕 审慈的好感度居然一路骤降 于是 他的系统告诉我 陆瑶攻略失败了 我的心慢了一拍 突然说 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动了私心 我瞒着所有人 包括他的系统 变成了许青之 或者说 原本是没有这个人的 是我在虚无世界真真正正的当了十多年许青之 才让这个人 在路遥那个世界里有了具象 我读书 科考 做官 体会到了 平生从未体会过的滋味 我要亲自看看他究竟有怎样的本事 后来真正见到他的那一日 他在我面前巧笑倩熙 喊 许大人 我瞬间便明白了 究竟是为什么 心动这回事 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他一次次在我面前献着殷勤 周到体贴 可我总觉得 后来攻略我的他 与当初在审慈面前的他 好像有哪里不一样 他分明从来不愿意对我用心 就连那套表白心意的说辞 也早早就跟审慈说过 当日我待了很久 审思也慢慢飘远 想要回复时 竟觉得猴头哽咽 最终 只有一句无关紧要的开咽了 他那日在雨幕中问我 见到他可还欢喜 我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好感度到达了一百 我对好感度这样的东西 何其熟悉 压抑过后 只一瞬间 便又压抑下来 所以我决定再纵容自己一次 我向他提了亲 只是他看起来并不欢喜 所以后来 他同我茶楼面对面退婚时 我也没有太意外 他不关心我写了什么 可我却很清楚 自己无意识中 在桌上写了什么 谣 情之一字 原来任务无声 惊天动地 可我没想到 审慈才是那个用情最深的人 甚至甘愿为路咬赴死 我是做不到的 我活了几百年了 死对我来说 太简单 也太难 那样也好 他原来并没有攻略失败啊 我给了他跟审慈 好好过完一生的机会 希望他能快活地过完这几十年 可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 对于他的示好 我从来不是无动于衷的 甚至我在和他定亲后 还在无人的夜里 做了一个决定 我想让他好好地活下来 然后回家 以我的好感度为满 被系统世界察觉 失去主系统之位做代价 谁让他 攻略许亲之成功了 好 好